Armocron大魔王传播力强 但到底容不容易被筛出来 工业学者陈秀希指出 虽然Armocron和Alpha都在501Y变异传播力强 但信考基因有缺陷 透过PCR很快就能被检测出来 对快筛检测会有影响 病毒量越高的 CD是越低的 就越容易找到 核酸检测其实一直都非常的稳定 两个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所以为什么核酸检测都会作为确认比较切 不管病毒浓度高低都能以PCR检测出来 但PCR检测区同时具有RT或RDRP 和E基因以及S蛋白的检测标的 才能确定是否为Armocron 用一般的家用快筛就难保不出现破口 先前14加7 1到14天都在防疫旅馆 第13天PCR 20 21天使用家用快筛 春节放宽10加4 防疫旅馆出关前疑似PCR 加强版居检第13天疑似PCR 接下来就进行自主健康管理 最宽松的7到7第6天做PCR 加强版居检第10天用家用快筛 第13天PCR 后7天若到处爬不走 恐怕南方Armocron扩散 专家担心Armocron潜伏期 若和Delta一样是14天 那现行的检疫就会很危险 在潜伏期的部分 还是会设定在14天之内 后面的7天病毒素慢慢地增加 或者是说它的症状才跑出来 后面的7天 在居家的检疫的部分来讲 就要沿进到社区外 指挥中心161变组副组长罗一军更指出 台湾接种率不及新加坡 若Armocron进来 死伤一定超过新加坡 严守边境情筛减 加上民众的绝对自律 是防堵Armocron能不能成功的最大关键 记得杨士区曹教园台北采访博导